台北股市在今天指數是小漲14點來做收 成交量是653億的一個量能 當然指數從上個禮拜 大盤殺到8100點的時候 我們在節目當中跟大家談到 那時候行情看起來好像是當中 很多人說什麼股票好像都在跌一樣 短線好像都很難賺 我跟大家講過 短線上最難賺的時刻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整個波段來講的話 最好的一個什麼進場點已經要到了 所以在當時我們都叮嚀過大家 融資那時候大減20幾億 量能縮到600多億 其實這都是一個什麼 大盤在上工之前起漲之前 量縮足底必經的一個階段 所以在當時我們都提到 指數好不容易又回到季線以下 就像4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大盤也是在這個季線以下 來做震盪整理 融資大減量收到600多億 結果後來大盤是不是攻到8439上去 所以我們在上個禮拜 再三跟大家叮嚀注意機會來了 那當然今天指數漲個13點 漲個14點看起來並不太多 我們先叮嚀大家大盤的一個部分 在上個禮拜五當然也跟大家提到 為什麼指數在這個禮拜上半週 還會做一個壓盤 因為台紙期要做結算對不對 那台紙期要結算之前 外資畢竟目前手上還有1萬多口的空單 所以在這行情 你說要馬上這樣衝上去 難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可是我們也要來探討一件事情 外資為什麼在這一個月 10月份的一個合約當中 大幅度的一個在當中布了一堆空單 我認為外資在最近 有點錯判局勢的現象出現 什麼叫錯判局勢呢 根據我們了解 這一次外資會在整個 其實不只在台股 在亞洲股市 都是大幅度的一個做空 很重要 這一個原因是 他們可能這當中 據我們了解 聽到一些風聲 這些風聲從這個當中 美國FED的一些分行的一個 所謂的分行總裁 傳出來QE的部分 很有可能在接下來會做減碼 所以外資圈判斷 這個所謂的葉倫FED的新總裁 在接下來很有可能會提前宣布 QE減碼的情況之下 才會有這種大舉做空的動作 可是在上個禮拜四 葉倫在整個美國國會的一個 國會報告當中已經證實 仍然繼續支持所謂的QE 來做一個維持下去 來支持整個美國的經濟 往上來做成長 給予整個QE的延續 繼續合理化這當中的一個言論 所以現在外資發現錯判局勢了 錯判局勢之下 我們先看 這次外資做空的一個重點 不只在台股 其實在整個亞洲股市 都是這當中大幅度賣超 可是我們注意到一點 這當中現在外資發現錯判局勢 日股 港股 以及在這個當中 韓國的部分 都已經先行翻多上欄 我們看到幾個重點 這是日本股市 日經二五指數 已經在創新高 對不對 這是香港的恆生指數 也在創新高 那稍微弱一點的 南韓綜合指數 也都已經佔回到季線以上 都已經佔回到這一條季線 回到這個稍微月線的一個位置了 現在就只剩下台股 目前這當中談了三天 但是都還在季線以下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台股的一個這當中期指 是這個禮拜三才要做結算 外資畢竟先前空的太多 所以大家想要先壓壓盤 但是這個壓盤 你會看到第一個 當然外資今天在期貨市場 已經有買超的動作 那接下來這當中 如果說日股 港股 韓股都已經先行翻多 台股結算之後 會不會補量來做上攻呢 我認為機會就會很大了 我認為這當中你就去觀察 接下來一旦大盤 在禮拜三過後放量 甚至有可能提前明天就放量 來到751的多方攻擊量出現 那這個行情 就算在這裡做一個短線的震盪 壓盤 行情在接下來往上反攻的力道 絕對不要小看 那當外資這張在整個台指期 結算過後如果會翻多 我不是叫你去做指數喔 我只是要提醒你 那指數的部分 如果說外資能夠翻多 那你要去做什麼 你當然要去把握強勢股 在現在大盤還在壓盤的時候 你要怎樣 記得趁著亮縮主體的階段 鎖定強勢股來卡好位 未來行情上去了 你就可以穩穩的坐在轎子上 讓人家抬 現在先坐穩轎子 未來讓人家去幫你抬轎 好 所以這當中 做股票我一直叮嚀你 不要去這當中 大漲的時候 看到力多了才想買 你要懂得預先卡位 其實你會發現到 當指數在這裡 剛剛才漲個三天上來 看起來指數連季線 都沒有過去的時候 我相信你過去這一段期間 來看我的節目 你會知道 我們鎖定的一個重點 在中概內需股的部分 現在早就很多股票 提前開始發動 其實這一波行情 我們一直鎖定在中概股 我說過重點不是在外銷 而是在內需股的一個部分 內需中國生產賣給中國人 這才是我們要注意的重點 裡面很多股票 從高價的F金可 當時跟大家談到 他95%以上的營收 都來自於中國市場 標準的中國內需股 中國這當中我也提到 未來眼鏡 尤其隱形眼鏡 未來這幾年 都是30%以上的成長力道 而裡面的龍頭就是F金可 10月31號那一天 在我們會員專屬影音解盤裡面 跟我們的會員解到 F金可第一個波段屬於強勢 第二個短線也出現轉強訊號出來 結果你看到F金可 這一波10月份 11月份以來 指數你看到的是 從8476回跌到8100點 對不對 可是我看到的是F金可 股價從11月底的時候 在943塊 漲到現在已經漲到多少 905塊 今天收盤 所以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的指數 在拉回的過程當中 我一直跟你強調 強勢股會提前開始表態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看到F金可 現在已經上來了 當然說F金可 哇 股價很高 這種高價股 當然都是針對我們尊榮會員 特別會員 來做一個設計 來量身打造的一個操盤 那中低價的 也有很多量大的好股票 我們都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談到過 包括像2362的藍天 10月24號 當時我們在節目當中 也有提示你 當然當時我們是蓋起來的 對不對 對 當時提到說 他在未來三年EPS 都要挑戰五塊錢目標 都來自於中國市場的貢獻 而人民幣大幅度升值 對他來講 也是這當中 未來最大的利多 而在當時大盤 還在拉回整理的時候 技術面就已經出現 轉強的訊號 如果我懂我的操盤級技術分析 你就會看懂 這裡為什麼出現轉強訊號了 結果你看到藍天 10月24號跟大家談 10月24號這個股價在這裡 後來急拉上去 我們沒帶大家追 但是上個禮拜拉回的時候 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你會在我會員專屬營業裡面 又看到藍天 當天上個禮拜四 特別跟所有會員朋友叮嚀 繼續報好 拉回來佔買方 那你看到藍天才講完 禮拜五股價跳空漲停板 那今天雖然稍微小做一個拉回 但是你會看到股價 是在大盤這裡 往下跌破季線 彈上來還沒站回月線的時候 他已經領先創新高 然後拉回來都還站在月線以上 隨時都還有在創新高的實力 好 再來繼續看 不只金渴 不只藍天 我們的這一波重壓在 中概內虛股的部分 你看到是不是一檔股票 一檔股票 又接著一檔股票 實在不斷的往上上來 9月份跟大家介紹過的一個廣滑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也是跟所有的投資人講過 在汽車零組件市場當中 他90%都是內銷在中國市場 也跟大家談到過 他也是一檔標準的中概內虛股 那時候股價才在七字頭 好 後來漲到八字頭的一個價位 10月17號 都還在跟我們的會員繼續追蹤 說這樣的股票都還是強勢股 要敢爆敢加碼 當然為什麼我說它還是強勢股 要敢爆敢加碼 這裡我畫了一個框框 這是下面大盤的部分 這裡我畫了一個框框 這是指廣滑的部分 如果你看得懂超盤及技術分析 你會知道為什麼我說廣滑 你要繼續報 要繼續加碼 那今天你會看到廣滑的部分 大盤只漲14點 今天它又漲了3塊7 那重點不是今天大漲多少 而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當大盤在這裡 彈起來 彈了3天 還在季線以下的時候 廣滑今天的股價 來到90塊收盤 已經又領先創下新高 從70幾塊 80幾塊 到90幾塊 這沒有什麼誇大不實的一個績效 這是你穩穩可以去掌握的一個獲利 10張有人賺了11萬 100張有人賺了110萬 都可以穩穩的掌握得到 好 再來不只一檔接一檔的中概內需 這一波是我們重壓的重點 包括了10月份跟大家談到過的一個立英房 它也是一個標準的中概內需股 那當時從技術面看到 大戶在進貨股價轉強的訊號出現 再來看到 10月29號股價已經先拉漲停創新高 我們說先續爆 先不要做追加碼 但是壓回來的時候 上個禮拜 11月14號 指數那一天 還記得在季線以下跌破了 對不對 可是我就是在那一天 繼續在我們會員專屬影音教學裡面 告訴大家 繼續爆好之外 拉回來還要站在買方 拉回來是繼續站在買方的 那為什麼拉回來繼續站在買方 你看到接下來禮拜五 立英房股價拉高上去了 那你說禮拜五漲一天而已嗎 你又看到今天的立英房股價 開盤就跳空漲停 原來是消息一面 大陸已經正式要開放 所謂的單獨二胎 原本雙生子女 這個雙親的部分如果是 都是獨生子獨生女 才能夠生兩胎 現在只要有一方 是所謂的獨生子獨生女 就可以生兩胎 這叫單獨二胎的政策 要全面開放了 那報紙都在告訴你 嬰兒用品受賄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要去追嗎 不用追 因為我們在先前就已經帶著貨員 從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 持續卡好位了 那如果你能夠在這地方 卡好位 21塊到今天24塊6 也是穩穩的十幾% 沒有什麼誇大不實的績效 但是一檔一檔都是貨真價實 讓你可以去提前卡位 可以去提前掌握到的 所以為什麼要去提醒你這些 我不是要告訴你說 你看我們的股票大賺了多少 我只是要告訴你 當行情在這裡 你還在懷疑 還在猶豫之間的時候 重點是真正的強勢股 這一波我們重壓在中概內虛股的部分 已經都提前上去 開始來做加溫了 那我認為這個中概內虛股 現在會有很多投顧老師 開始繼續跟你談 開始來這當中 要叫你去買了 那你要跟著誰來操作 你要跟著 能夠去帶你領先卡位的 這個專業操盤團隊呢 還是去跟著那些 看到股價漲了才要跟進來 想要分一杯跟著頭顧老師 要有一個判斷 那我認為整個中概內虛的部分 未來的是繼續看好 為什麼有幾個理由 第一個大陸股市第二波修正結束 正準備進入到第三波的主升段 今天陸股你去看一看 漲了多少 漲了這當中快要3%2%多 重點是從整個周線來看的話 這邊第一波上來 第二波拉回修正之後 現在正準備進入到 主升段的一個走勢當中 好 那第二個 看到了這當中 人民幣預估在2014年升值來的 五字頭加位 第三個 中國實質薪資生長率 全球在明年會是最高的 這我們之前都跟他談到過 但是最重要一點是在第四點 在整個中國三中全會 現在已經確定了未來十年的經濟路線 是什麼呢 就是內需 就從他在整個三中全會之中 積極推動的方案 一胎化的一個鬆綁 還有城鎮化的建設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未來這當中一胎化的鬆綁 很多頭顧老師 可能因為手上沒有中概股 所以都跟你講一日行情 我會告訴你不是一日行情 為什麼 因為你去看到整個中國現在新生人口 一年大概一千兩百 總共兩千萬人 那開放之後 每年大概會增加四百到六百萬 你不要想說一億三千 這三億人口才增加四百到六百萬 你要看的是增加的力道 從兩千萬變兩千四變兩千六 每年就是增長了 20到30%的力道出現 這是未來整個中國經濟 會往上成長的重要動能 再來看到城鎮化的一個建設 甚至在2020年之前 大概會有1.2億的農村人口 移向城鎮的時候 相關這當中城鎮裡面的基礎建設 相關的一個商機 這才是我們會繼續去鎖定的重點 所以在這一塊來看的話 現在中國股市 準備進入到主升段 整個中概內需股的部分 也是我們在接下來會繼續鎖定的重點 裡面都有重要的股票 裡面都有重要的股票 最近融資在大減的過程當中 指數現在這當中跌破8137 來到8100點附近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到又有股票 大戶開始進貨 技術面又轉強上來 像這樣的股票 我都會叮嚀大家 務必趁著最近大盤在季線以下 亮縮整理的階段 趁著這個行情還在低點 還有低點可以讓你把握的時候 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在亮縮整理時 來提前卡位未來的強勢股 那為了要鼓勵大家 不要等到行情高檔 才來這當中追高 我希望你能夠在低檔 跟著我們一塊賺大錢 所以如果想要一塊 來跟著我們一起賺大錢 發大財的投資 今天再給大家一次機會 一塊發大財的專案 這當中務必把握機會 廣告時間就可以跟我們來做聯絡 休息一下 還會有更重要的內容 馬上再回來 加一箱活菌豬肉 全程活菌飼養 自然提升豬汁免疫力 絕無藥物殘留 活菌豬生產自動化電載 低溫分切 低溫運送 一貫作業流程 是從牧場到餐桌更安心 且幻銷日本的活菌豬肉 加一箱活菌豬 肥瘦都好吃 成通投庫高分析師 恭賀極品工作室 本波中概內需股全面大漲 會費11月25號調漲 現在入會 最優惠價格 最專業的服務 請您速下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庫高老師 極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 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成通投庫高分析師 恭賀極品工作室 本波中概內需股全面大漲 會費11月25號調漲 現在入會 最優惠價格 最專業的服務 請您速下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國家五院龍盤虎具 考試院全長百年人文命脈 及政經學藝人脈 一窗一井 韓運八方 山水造勢 船式氣運 漢林院 璀璨落成 2236-0000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 大盤在這裡處於一個亮縮主體的時候 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能夠趁著亮縮整理 一起來卡位未來的強勢股 那在未來強勢股要去怎麼掌握 如果我們要跟大家再來強調 你還是要去仔細觀察 盤式的結構變化 什麼叫結構變化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在漢維科的部分 上個禮拜是3號那天 禮拜三那天提到 台積電那天說要卸任CEO了 我提到說 其實不管誰當執行長 最重要的是台積電2014年 加強先進製程開發進度不變 所以我們繼續看好在半導體設備 那天提到 整個漢維科從結構 時間結構來看 看得懂的會知道 這仍然是個多方控盤 從整個相對位階來看 會知道它還是個強勢型態 當然就是提示你 要買就是買強勢股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 漢維科那天股價還在904塊 今天又大漲了26塊上來 今天股價已經來到942塊了 好那也看到我們這當中 這一波持續鎖定的一個中砂的部分 這應該是中砂 股價來看的話 你會看到 今天又收在最高點 大漲了2塊4的幅度上來 好那再來看到 其實除了半導體設備 這一波所定的中概內虛股 今天利英房 消息利多出來了 大陸要開放單獨二胎 嬰兒用品受賄 股價一開盤就跳空漲停 好那再來看到這當中 廣華的部分 今天也大漲了3塊7的幅度 重點是股價都在創波段新高了 可是你看到 今天漢維科大漲了26塊 中砂收在最高點 藍天開盤就漲停板 廣華也在創新高 那為什麼指數今天才漲14點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TPK成紅 股價又重挫下去 跌了8塊半 今天玉金光急砂6塊1 跌停板做收 今天新巨科股價又急殺 又一直跌停板下去 又在破底 那我不是要在這個地方跟你說 你看你其他人 其他投股老師帶你買的股票 跌停板有多慘 我們的股票都在創新高有多強 我只是再三要提醒你 其實做股票最重要 我們在看盤的時候 你在看些什麼 看的是指數漲幾點跌幾點嗎 真正會看盤的操盤高手 會去注意的是這個 大盤強勢股 弱勢股 位階跟趨勢 是都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我一直要強調 你要去看得懂 大盤強勢股 弱勢股的位階跟趨勢呢 因為我認為 一個好的一個操盤團隊 一個好的一個分析師 專業的操盤團隊 不應該只是像很多電視上的投股老師 每天在那邊吹噓自己手上有幾十隻的漲停板 只告訴你 哇 漲的股票有哪一些 應該是要很認真的告訴每一個投資朋友 哪一些股票是可以買的 哪一些股票是避開的 要避開的 那你能夠去避開所謂的弱勢股會破底的股票 你才能夠去掌握到未來會創新高 會賺錢的股票 這才能夠真正賺得到錢嘛 那這其實就是我在分析行情 你每天看就會知道 我真正要幫每一個會員朋友 去做的一個重點 幫助每一個會員朋友去掌握好結構 太弱則強 所以你會看到今天大跌的股票 都不是我今天才來告訴你 事先就跟你已經做過預告 提醒你要避開很多次了 TPK成宏 郁金光 這就不用講了 你看到包括新巨科上個禮拜四還記得 那天公布了一個消息 10月份賺了0.75元 說比第三季賺得還多喔 多少頭顧老師 那天是不是看到股價幾漲 有利多 就帶著會員去追漲停板 結果我告訴你說 他就這當中 有利多出來就是轉強了嗎 漲停板就是轉強嗎 還記得我那天特別叮嚀大家 當很多頭顧老師在這裡繼續摸底 也有一些頭顧老師進來追漲停的時候 我看到的是技術面 尚未出現轉強訊號 所以操盤高手會這裡去搶進嗎 我說觀望不要去搶 為什麼要叮嚀你不要去搶 那天股價拉上來66塊半 看起來漲停板 可是你看到後來股價呢 66塊半跌下來 上個禮拜五差一點跌停 今天再跌一根跌停作收 短短兩天跌掉了13 跌掉了14%對不對 那可是上個禮拜我提醒你了 要避開 就能夠去避開這兩根的一個大跌的風險 那我上個禮拜告訴大家的是什麼 這是在上個禮拜 11月14號 在我會員專屬影音裡面 繼續告訴我的會員朋友 整個中概內虛股利盈房 繼續報好 拉回佔買方 那你看到這一來一回差距有多少 短短兩天的時間 利盈房從上個禮拜四 股價那時候在22塊左右 好 漲到24塊2 漲10%沒有很多 但是這是扎扎實實 你能夠去掌握的獲利 不用去相信那些什麼誇大不實的績效 而你又能夠去避開新巨科 那你看這一來一回差別多少 這邊如果你買新巨科 可能100萬剩下87萬 可是如果你買的是利盈房 掌握到結構了 太弱 責強 掌握到強勢股了 100萬變成110萬 一來一回差了23萬 這就是積品工作室的價值 那你說兩天差23萬 時間放大你會看到差更多 就像過去9月份 我告訴我的會員 手中有郁金光的 那時候164塊一定要出 為什麼要出 現在剩下81塊 那出掉之後 避開這大跌50%的風險 然後去掌握到中砂 52塊現在漲到今天收盤73塊 還在帳上繼續掛著 所以用收盤來算 100萬繼續要賺 現在100萬漲了40%變成140萬 那這一來一回 你會發現又差了多少 90萬 這就是積品工作室 在幫助每個會員朋友的一個價值 幫助每一個會員朋友 去做好一個動作 避開弱勢股 鎖定強勢股 所以在接下來 那我們強勢股的重心 其實都已經掌握到 甚至你說你要學 怎麼樣去掌握強勢股 我都在我部落格裡面 雲端書櫃 雲端教室 還有會員專屬營裡面去交 去交每一個會員朋友 讓每一個會員朋友 都能夠去看懂技術分析 去做好太弱勢強的工作 都能夠有機會成為操盤高手 那在這個當中 甚至你看到你學會 你不只是說抓到一兩檔 你看到這一波行情 你掌握到的 包括了F金可 包括了這當中 立英房 包括了這當中 藍天 包括了這當中 廣華 每一檔股價 在大盤現在只是 彈個三天 還在跌在季線以下的時候 你看到多少股票 都一檔一檔大漲創新高 而這些其實如果你懂技術分析 你都能夠去預先掌握 現在的強勢股 我們現在要去把握的 也是未來的強勢股 未來強勢股的重點 我們會跟他強調 當然中概內需 我們是繼續看好 再來特別注意到 這當中 上個禮拜跟他提到 iPad Air的一個部分 輕薄再進化的一個秘密 關鍵技術 就在金屬粉末的 冶金技術裡頭 這個部分 我認為說 整個3D列印 其實大家都只注意到這一個 它也是一種 快速成型的一個技術 跟金屬粉末 冶金技術 MIM一樣 但是它更可以大量應用在 很多機械 電子 航空跟汽車的零組件當中 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更是我認為說 接下來都有重要的股票 正準備要來做出發 如果說你想要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來掌握這一波 包括中概內需股 包括電子股當中 最新的一個產業技術 未來最有爆發力的潛力股 大戶正在進貨 而技術面轉強上來的股票 我會提醒你 不要等到指數大漲上去了 不要看到我們股票 一檔一檔 創新高了 利多出來了 才要去追 我希望你能夠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在低檔 來做這當中掌握 所以想拔位的投資朋友 今天為了鼓勵大家 一塊發大財專案 再給大家一次機會 一塊在低檔 來量縮竹底期 來做布局 一塊在未來的行情當中 能夠股市上去了 我們一塊來發大財 記得諮詢電話在底下 歡迎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來做聯絡 我們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夠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見 陈通投顾高分析师 恭贺极品工作室 本波中概内需股全面大涨 会费11月25号调涨 现在入会 最优惠价格 最专业的服务 请您速下转线 022-2752-5868 2752-5868 陈通投顾 极品工作室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022-2752-5868 2752-5868 陈通投顾高老师 极品工作室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2752-5868 022-2752-58 022- tot